优质球星在交易市场上从来都是稀缺资源 而得到他们的机会更是稍纵即逝的 所以无法将他们带到自己的队伍的话 势必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后悔不已 30周岁的英格兰球星哈里凯恩 被视为目前足坛当中最为出色的中锋之一 过去的10年里 为托特纳姆热自队效力的凯恩 在出场的428场比赛当中 攻入279球并送出了64次助攻 场均制造进球超过了0.8 无论是在任何教练的麾下 他都是球队进攻的第一选择 更为难得的是 除了不俗的进球能力之外 凯恩还是一位前场的多面手 无论是作为支点 掩护队友内切进攻 乃至是回撤组织 凯恩都能够交出让球队满意的成绩单 也正因为如此 他的身价在近几年来 都能维持在一元的水平 不过凯恩在经过10年全力以赴的付出之后 并没有在热刺得到任何他本人 梦寐以求的冠军奖位 受限于球队的整体实力和高层的运营思维 凯恩在热刺效力期间所取得的最高成绩 无非是2016-2017赛季的英超联赛第二名 和2018-2019赛季的欧冠亚军 2023年夏天 凯恩向热刺提出了交易申请 而最终德甲颁霸拜仁慕尼黑 以9500万欧元的金额得到了凯恩 加盟拜仁慕尼黑之后的凯恩 顺利适应了德甲的打法和节奏 在新赛季为球队出场的16场比赛当中 便奉献了惊人的21球和7次助攻的数据 考虑到从2013年至今 拜仁从来没有丢失过联赛冠军 所以凯恩的这段德国之旅 至少应该能够保证 他将一个顶级联赛的冠军收入囊中 其实在今夏 热刺在将凯恩摆上货架之后 曼联并非没有考虑这位本国的超级中锋 他们也希望能让凯恩穿上红膜的球衣 但问题在于 在当时热刺即使已经确定 无法留住凯恩这位当家射手 但他们也会在交易当中 尽可能地避免让他加盟同一联赛的队伍 毕竟直接加强联赛竞争对手的实力 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这样一来 曼联就在凯恩的争夺战当中失去了先机 再则即抛开联赛竞争对手的因素 曼联也绝对不会是凯恩眼中 新东甲的正确选择 毕竟在2013年福格森退休之后 曼联已经连续10年无缘英超冠军 这种情况下 凯恩也很有可能延续自己冠军绝缘品 曼联从目前曼联的阵容来看 他们的前场攻击线已近乎于饱和状态 凯恩显然不愿意有太多的队友 来分享自己的前场空间和开火拳 所以在凯恩不会将曼联当作自己最优选的前提之下 费迪南德对于老东家的指责多少显得有些没有道理 而目前曼联最需要做的 也不是懊悔自己没有追逐到凯恩 而是尽可能整合自己已有的资源 来让球队尽快来到最佳状态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作为球队名宿的费迪南德 也该给予老东家更多的耐心和宽容